好熱氣一周碟屏 今天有我Hugo 跟大家說說今週進入了什麼碟 首先新的一套先說 大家可以看到John Wick 3 這是港版的4K版 這套東西有點驚喜 因為首兩集港版只出了Blue Ray 這集真的有4K的繁體中文字幕版 大家可以入手再重溫一下 先看看配置 它是一隻Blue Ray 50 再加多一隻UHD 配置方面 4K會有導比Vision 兼用HDR-10 還有導比Atmos 我看過聲碼效果都頗有水準 相似我們在戲院看的Master 我看過的翻譯會翻譯成尊韋赫 即是John Wick的中文名 跟戲院的版本一致 變成頭入感也是不錯 試機章節方面 又是Chapter 1 即是出場時落雨景 你會看到雨水的質感 因為整個位置是一個很深暗的街道 背景你會看到純粹是一些霓虹燈 街燈的位置 在HDR底下 看到它的密度 即是畫面的密度 高光位 譬如雨水 或者地面的路面 效果都算不錯 而且這一集 我感覺上的色彩 比上一集更加濃 其次就是Chapter 9 Chapter 9 和Chapter 12 整套影片你都看到是 倒它的系列的特色 有時候稱之為一種比較 有性格的槍砲效果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的影片 很多時候槍砲的聲音都是罐頭的效果 其實整套影片都差不多 但你聽到就是John Wick這個系列 他差不多 如果你看回Making of的 它的槍聲是自己定等錄的 或者留意一下 這部影片有一個位置我覺得挺正的 就是你聽到它是開槍之後 它的彈夾彈出來 然後跌落地的時候 那些聲音都會在一條 track裡面收錄到 Chapter 12 Chapter 12 可能之前大家也有留意 在戲院也有看 就是John Wick要用一些穿甲彈 才打穿它們的規甲 那部影片你會看到就是 你聽到它們的子彈 打到那些裝甲那裡 會有一些反射的聲音 就是之前如果是在戲院 可能是聽漏了的話 你回到家裡 你再開一盒來聽 你會聽到那個Making很仔細 還有可以留意一下那部份 都是環境比較昏暗一些的 在HDR底下 或者是Dove Vision底下 你會看到那些暗位 或者是高崗位的質感 特別是燈光裡面的細節 它會出得回來 9月到10月當 都有兩套Sony的電影 一套是Man Black 一套是Bright Burns 黑小特景祖和魔童 Man Black 班戴給大家看的資料 就是它的導演換了 狂野四速八 F. Gary Great 其次就是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我們看到有 雷神 Chris Hemsworth 和這個女武神 Tessa Thompson 先說一下配置 配置就是一隻BD-50 藍光 然後還有一隻UHD-66 在UHD方面 有畫面方面HDR-10 沒有導給Vision 聲方面導給Atmos 整個Making來說 無論是在戲院也好 或者我買了一隻碟回到家 再試一試也好 整個Making的感覺都頗強 定位感 細節都頗膠足 其次就是畫面 畫面甚至只有HDR-10 但整個畫面的銳利度 或者是立體感都頗強 我看回規格 原來它是用了 它的Source 有部份場景 是用了6.5K的鏡頭來拍的 部份用了好像3.2K 但平常來說 它的細節都頗銳利 自己章節方面 我們首先推介Chapter 2 Chapter 2 你會看到那部分是說 女主角進入了MIB的總部 被人審問 你會看到那個場景 有不少那些overhead 即是說天空立的聲道 有不少的效果 因為人聲在那個位置出的 整個包圍感和臨場感都不錯 Chapter 4 Chapter 4 我覺得這一部分 都頗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是 女主角進入了MIB的列車 整個 那部份是說 車要變身的 那一部分是你看到 它有很多object 因為它配合畫面 那些object 差不多是514頻道 或者714頻道 你會看到 整個設定的所有喇叭 都會配合它變身過程 去做那個效果 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細節 那些包圍感 或者那些定位感 都頗強 最尾就是這套 Bride Burn 看回應該是 8月至9月當 其中一套 Sony的重頭器 如果之前有看過一些預告 就知道這套片 就想像到 說一個年輕人 他發現自己的身世 原來不是正常的地球人 而是天外外客 外星人 基本上所有能力 都跟超雄一樣 只不過 但是他的動機 就不是要去拯救世界 那看回Sony的配置 就是一隻BD50 再加一隻UHD66 畫面方面 他就是有HDR10 而聲方面 又有度比Ammos 這套片 overall 都覺得畫面 和聲效的水準 都加得很足 聲音方面 就比我預期中很好 因為看回這套片 他是一套 我想算是B級 到C級製作 即是 層級不是一線點那麼大 但是 混合也做得很用心 在試機章節方面 可以留意下 Chapter 3 Chapter 3 和Chapter 17 男主角Brandon 他知道自己的 有些是 幻聽的 他感覺到 有另一把聲 要跟他說 要做好些事情 那部分 在整個 Atmos的空間 特別是 天花喇叭 或者整個包圍感 他都 做出來的 那個氛圍都幾強烈 Chapter 15 Chapter 15 就是他 正如之前所說 就是 在一間屋裏面 被警察要圍捕 你見到他要在 畫面那裏 你見到他要在屋裏 飛來飛去 差不多要整爛了屋 聲音的動態 或者是軌跡 或者是 穿後力 即是那種 打穿牆 那種感覺 在這條 曲線上 他都做到 中效果 如果喜歡 這類型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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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 我覺得是 19年其中一套 要入手的 值得推介的一套 那去到最尾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那麽 我們有更新的 就會找你